現在正式來介紹第一個reverb叫做endverb 因為要方便解說 所以我們還是把endverb掛在這邊 而不是掛在ox channel 所以我們把這個拿掉 我們send 直接拿掉好了 no send endverb我們把它叫出來 我們現在是白Pass的狀態 我們聽一下Vocal 有什麼想說 確定一下是乾的 這時候為了方便解說 我們使用最後一句 來聽一下 Jedro Jedro 好我們聽一下這兩個字 然後我們使用reverb 好我們介紹一下 開始介紹reverb了 這個就是endverb 好稍微解說一下這個整個介面 好 其實還蠻 因為這個介面其實讓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它很好解釋整個reverb的效果 它整個原理這樣子 好然後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mix 這個沒有問題 就是剛剛講過的 乾的訊號跟效果器reverb的訊號的比例 好 然後還有一個 Dry Synchronous Delay 這個 這個還蠻酷的 它可以做一個效果 就是說你可以讓你的真實聲音晚一點出來 如果是0的話就是沒問題 可是我舉個例子喔 譬如說 假設是1000 先聽一下reverb 這樣子 Jedro 同時嘛 有效果跟乾的訊號是同時 那如果晚一點的話 它會變成 Jedro 就是reverb的效果會先出來 然後再來是 真的 真實的聲音 原本的聲音 好這個就可以調整一個延遲的效果 好 再來呢 因為reverb就是 基本上是 空間 空間感 你會增加空間感 那實際上 reverb有一種是真實的取樣 那我們之後會介紹到 因為Logic也有一種真實的取樣 它就是完全就是 從真實的空間裡面 不同各種不同的空間去取樣出reverb 然後用透過運算方式 然後變成一個Plugin 然後我們在這邊都是用 模擬的方式 用就是電腦模擬的運算模擬的方式去 模擬一個reverb 空間感的狀態出來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一開始原理是這樣子 你會有一個density 就是reverb的密度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到 還有一個擴散程度 就是因為你聲音出去後 達到空間的任何一個地方 會開始擴散 因為會整個散開 然後你就可以擴散程度 跟空間 那個密度 擴散的密度 density 然後還有你還可以控制 除了真實聲音以外 就是所有的效果的頻率 你可以high car 還有low frequency level 你還可以 就是針對低頻做 boost或是cut 然後這個的界定 是從crossover來界定 就是說 我的low frequency level 是500hz以下 我可以做boost跟cut 我可以去調整 或是11k以下 去做boost跟cut 所以我們先聽聽看 等一下再聽 我們先來繼續介紹一下 好那我們想像一下 想像一下 呃 整個這個界面是一個空間 那最左邊這邊是我們的聲音的起始位置 好 然後 第一個階段 當我的聲音一發生 就是一出聲 就是 一唱出來 Vocal 一唱第一個字出來的時候 到這個地方 就是從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 這個間隔 我們叫做pre-delay 就是說 我們可以想像說 當Vocal一唱出第一個字 它要花多久時間 達到空間的牆壁 或是阻礙物 然後產生散射 所以這個間隔 是所謂的pre-delay 所以當我在轉這顆旋鈕的時候 你會發現 有沒有 然後我們聽聽看 我們先把它關到最小 好 好 幾乎同時 因為10毫秒很短 如果我們開誇張一點 有沒有 我們的reverse 效果會晚一點出來 然後再誇張一點 有沒有 這樣好像有點像delay的感覺 好 表示說 你就會想像說 原來我的聲音出去 這空間很大 我要打到 我要花很多時間 才會碰到牆壁之類的感覺 然後再開始擴散 好 這是第一個參數 大概各位應該有個概念 好 再來是 第二個參數是Attack 那 這個Attack 我在轉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事 它有一個時間長度 就是 就是這個 從這個地方開始到 這個地方的點 好 這時候這個Attack 意思是說 我要花多久時間 因為聲音打到牆壁以後 開始擴散 我要花多久時間 擴散到最大值 擴散到最大值 它會開始減弱 所以 這個階段 從 這個地方到 Attack這個地方 整個的 水平的這個間隔 叫做Attack的時間 我要花多久時間 有沒有 好 那 譬如說 我開長一點 然後 我們還是用最後 最後一個字就好了 然後 我們pre-delay晚一點 讓各位可以聽得出來 Attack長一點 Draw 有沒有 它會漸強 慢慢的擴散出去 Draw 有沒有 誇張一點 Draw 有沒有 好 雖然這樣聽起來很奇怪 不過就是這個意思是這樣子 好 那再來是 呃 我們回來一點 好 再來是Decay 這是衰減 各位應該就有概念 就是說 我要花多久時間 從最大值 打 然後下 開始降落 降降減低到 這裡 好 到這裡喔 這裡不一定是最小值 因為還沒有結束 到一個 最小值之前的一個位置 好 我要花多久時間 才會達到 有沒有 好 然後等一下 一起來示範 然後再來是Sustain 好 各位就懂了齁 就是說 我可以利用Decay跟Sustain 就是說 我要到最大值以後 我要花多久時間 到達 下一個Level 這個Level 就是Sustain的位置 高低 你可以調這樣 你也可以讓它一直這樣子 Draw 一直延續 然後 就會 只有最大值 然後到直接結束 有沒有 但是我也可以這樣子 Draw 為什麼要這樣做 是因為我們還有多了一個 時間的間隔 是Hold 這樣各位就懂了齁 當我的Reverse的效果 從PreDelay開始 一打到牆壁後 要花多一段時間 到達最大之後 再來是Decay 要花多久時間 到達下一個Level 這個地方 就是Sustain的高度 然後 再來要花多久時間 持續 就是Hold 我可以很誇張 Draw 有沒有 好 就在這裡 有沒有 好 再來呢 呃 再來最後一個Release 是 我要花多久時間結束 Draw 好 大概是這樣 呃 到這邊 各位應該對一個 這個NVerb的一個理論 是有一個基本的概念的 因為 這個地方的這個效果 其實跟Reverb的原本的參數 其實有一點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模擬的 所以它藉由 為什麼叫做NVerb NVerb的意思是這樣子 我解釋一下 它叫NVerb的原因是這樣子 我開一個樂器 各位就知道了 是因為它有一個enveloper 你看這邊有env有沒有 env 這個 各位看到這個的圖形的介面狀態 其實跟這個是一樣的 其實它就是模擬一個 它是等於它是利用一個enveloper的概念去做 就是Synthesizer Enveloper的概念去做 模擬Reverb 好 所以它會跟之後 我們要介紹到的Reverb會不太一樣 但是 個人覺得說 我利用這個觀念去來解說Reverb 各位會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 你就想像你聲音 一旦一唱出第一個字 然後開始 要花多久的時間 打到 打到牆壁 然後開始擴散 但是因為這個不可能是單一方向 因為是散開的 然後 要花多久時間 打到最大值 整個擴散的程度到最大 那開始 衰減 因為聲音到最後會結束 有沒有 然後再來是 衰減到一個地方 一個Level Sustain Level 你可以去控制 然後要持續多久 因為這個持續多久 這個地方 就有點像 如果你在是在 通道裡面的聲音 水管裡面的聲音 它可能就可以持續很久 然後再花多久時間 結束到沒有 好 這就是enverb的一個基本的概念 然後它 所以各位如果 理解了這個圖表的話 圖形的話 應該你就有辦法去 利用這個圖形去想像 你的聲音是長什麼樣子 有沒有 那我們可以把 我們的Mix開到最大 我們不要聽到原本的 真實的聲音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玩 Delay的 Revered的狀態 有沒有 然後這太長了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然後我們HIGH咖 咖多一點 就會悶悶的 然後BOOST LOW頻率再多一點 有沒有 就會有很多不同的狀態出現 那如果我們要讓它集中一點 然後低頻 它就會變成Mono 有點像Mono的狀態 然後這個密度是說 它可以不要這麼的密集 就會比較少 然後 oh sorry 然後你就會發現那個 Revered的品質 有沒有 就不會那麼的 容易 讓耳朵不舒服 那可以去調整 但這個品質 就不會這麼的好 但是因為 各位不用太擔心 因為 其實這個Revered 其實在使用的時候 我通常也不會使用在Vocal 只是因為用Vocal比較明顯 因為它沒有那麼的自然 各位你剛剛也聽得清楚 就是它完全是徹底的模擬 然後利用這些旋鈕去 營造出一種人工的空間感 所以它好玩的地方 是因為你可以 調整的參數比較多 然後你可以去做一些奇怪的效果出來 譬如說我也可以這樣子 讓它很快的不見 可是後面延長很多 HOLD多久一點 然後這個也久一點 這樣子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玩很多 然後Spray的 所以這個Revered 其實如果用在一些 電子樂器的音色上面的話 其實是一個還蠻酷的效果器 好 這就是所謂的MVerb 各位趕快試試看 應該不會太困難 謝謝 你的音色 我會不會太多了 一會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